詞曲 李宗盛 現在我們來講解頸部原始點的示範 中間這是脊椎 就是按在兩旁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找頸部原始點 中間這是脊椎 不能按 就是按在兩旁 那這兩旁沒有斜出去 一斜出去就錯 好 那就找到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我們做給大家看 如果對側 身體也是往前 那彎腰過來按 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好 如果要做同側的話 那身體一定要蹲下來 一樣在骨頭旁邊找出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好 好 把頭旋轉過來 好 把頭旋轉過來 脊椎是不能按 脊椎是不能按的 好 那我們要按的就是脊椎上面 這個點 那第二個點在哪裡呢 在這裡 好 第三個點呢 他骨頭會跑上來 所以這裡稍微高一點點 就在這裡 左手固定住之後 一樣把工具拿出來 掌心向上 然後身體往前 然後把它頂住 頂住之後 一定要來回均勻的按推 好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這時候要注意身體 一定要往前 如果往後 就按不出來 好 第三個點 要稍微高一點點 一樣來回按七八下 好 按完之後 我們再把頭旋轉過來 這時候身體一定要蹲下來 好 我們來看脊椎 中間頸椎的部分 這是骨頭 不要按 那我們三個點在哪裡呢 第一個點 就在骨頭上面一點點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就要稍微往高一點點 頂進去 好 再把工具拿出來 一樣保持90度 好 這樣頂進去 好 第三個點 稍微高一點點 稍微高一點點 頂進去 好 這是頸部 原始點 旋轉的按法 頸椎要注意的事項 就是當你旋轉過來的時候 面對著你的時候 記得身體一定要往前靠 一般如果沒有往前靠 這樣手就會超過90度 那這樣就做不出來 一定要往前靠才做得出來 好 那他的按法 除了直接 直直的來 但最後一個點 我常常會把手 稍微往內靠 然後再由內往外按推 那如果他的頭已經對側了 身體就注意要蹲下來 好 另外要注意的 也是趴著的時候 對側的時候 是用彎腰的 同側一定要蹲下來 但要注意 有些女孩子 脖子這裡很細 你靠過去的時候 一定會滑下來 如果很難做的話 這時候趴著就不適宜 可以用旋轉的按推方法 反而容易做得出來 接下來我們要示範的是 頸部原始點的按推方法 工具有兩種 我們可以用拇指 拇指力量是比較輕的 我們直接就用這一手 左手如果要用按右側的話 左手把它固定 然後拇指按到中間脊椎旁邊的筋 絕對不能按到外面去 中間骨頭 如果你按到外面去 這裡會很痛的 一定要按到骨頭旁邊 這裡的筋 絕對不能按到外側去 這樣就錯了 好 那你固定住之後 壓在第一個 然後壓進去之後 按著筋 然後按推 另外四個指頭 當作固定的手 就可以了 好 第二個點 第三個 第四個 好 這一邊按完 要按這一邊的時候 一樣放個手 這一式子 當固定的手 那這時候 拇指一樣 按在中間骨頭旁邊這個筋 絕對不能按到旁邊來 這樣離骨頭太遠了 這樣是錯誤的 一定是要按到這裡 好 找到之後 我們開始來按 每一點可以按到七到八下 好 現在全部按完了之後 另外一個手法 就是我們常用的 食指的按推方法 一樣頂到 我們的頸椎旁邊的筋 然後頂住之後 然後上下 這時候應用的是手腕的力量 所以手腕上下微微的動著 好 另外一側也可以用食指頂法 直接就頂進去 然後用手腕的力量 上下 骨頭馬屁山 至於頸椎一般外面 會按錯 就是常常按到這兩側 這樣就在抓了 這樣是錯的 一定要按到這骨頭旁邊的筋 这个位置才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来介绍 颈部原始点手法的补充 颈椎的位置 好 我们看中间是骨头 那旁边一指 在骨头的旁边这一指 这就在颈椎的筋上 不要考虑到一指宽 揉到侧面去 这样就太宽了 就在这一指 那这一条就是颈椎的筋 那中间这里就是骨头 好 那颈椎的位置 跟整骨的分别 这一条我们是整骨下沿 那整骨下沿 下来还在法迹 这一点就是我们第一点的颈椎 好 那大家看第二点 到第三点的时候要注意喔 它这里就要稍微往外一点 也就有一点斜过来 往外 如果直直的就会碰到骨头 也有人再往下按一点点 那个也没关系 但记得一定是越往下越往外 它的位置 好 这里是颈椎的第一个点 然后一 二 三 四 记得越往下 尤其在第三个点之后 那个幅度一定要稍微高出来一点点 到第四个点的时候 又要稍微高出来一点点 要不然你如果直线压 一定会压到骨头去 尤其下面的骨头是越来比较越粗一点 何况旋转之后 它会稍微上来一点 所以它是这样的 这样有一个幅度慢慢上来 好 那我们开始来操作 一样手 这个90度要出来 这个90度也一定要出来 好 那整个就靠过去 这时候你看我的脚 跟床已经贴住了 是吗 好 那这样顶住之后 等于手有一点顶回来这种味道 好 顶到了之后 一样向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时候我这里还是保持一个90度 好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好 到第三个点的时候 要稍微上来一点点 好 那这时候我的手 有没有稍微这样 我这里不动 这里一直过来 好 第三个点 到第四个点的时候 你还是要稍微高 但是你看我的手 有没有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之后 我的手也稍微高一点 好 我再揉 好 这样就变成 这样的动作了 而容易错误的是 这样直线揉下来 然后每一点都这样揉下来 那这样 第三点就揉到骨头了 第四点更不用讲 一定是在骨头上 这一侧做完之后 同样把头再转过去 这时候患者的脸背对着你 这时候要按推一定要蹲下来 好 一样 蹲下来 那蹲下来之后 找到第一个点之后 你这一手一样扶住 那工具呢 一样这样拿上来 这样保持90度 这里也是90度 这样身体往前靠顶过来 最容易犯错的就是 蹲得太高 什么太高呢 就是这样 这样即便你做出来90度 这里一定小于90度 这样就做不出来 所以你要考虑到 这里要90度的时候 你自己的身体自然 就会蹲低一点 好 好 那蹲低一点 你要蹲到多低呢 就是保持 这里是直线的 这样可以直接顶进去 不能有稍微斜斜的这样角度 那这样直的时候 身体又跟这里90度 这里又跟90度 好 这样来顶 就能够顶进去 好 那我们身体往前靠 直接就顶进去了 顶进去之后 我们一样上下 第一个点 好 第二个点 到第三个点的时候 稍微上来一点点 到第四个点的时候 这里手一样 稍微微微上来 好 好 好